是在自己买的 对 自己买的 我是非典那年买的 应该是03年 多钱呢 当时买接近将时买是40万 现在这块能值多少钱呢 现在能值大约200万吧 哪呀 兄弟们 别等了 直接冲啊 这大姐有钱有房有存款 最主要你敢相信她49岁 咋看都是30来岁的人 真漂亮啊 这大姐可真是颜值在现实业见辈 身价超百万 就这样的优质相亲对象 我都快忍不住了 就这条件 妥妥的老年相亲界的天花板啊 但是就这这么好的大姐 在今天相亲 竟然被相亲对象给嫌弃了 我就那么了 这种优质的大姐 我们一个头皮上都怕抢不住 那为什么大姐 被大自己八岁的大哥给嫌弃呢 搬好凳子 咱好好看看今天的相亲 相亲对象江大哥57岁离异 月收入4000元有两套房子 这几期的相亲的是真不错啊 都是优质的老头老婆子们 这大哥现在还是在失业单位上班呢 因为上班所以没啥别的兴趣爱好 唯一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炒股 这个是股票的期选 我看您找的那两个是过头老是这样的 那是期选刚刚那个推出时间不长 那个我现在需要做呢 就是还没投吗 也投了 投 就是学习极端的一个 投多少钱 投几千多钱 炒股都有耐心 你不用着急了 有行情是这样 那那那那 涨得这么快 像捡年似的 反正等跌的时候也 也挺差的 别听大哥说的只投资了几千块钱 就刚才大哥说的 挣的时候跟捡钱一样 跌的时候赔的裤衩子都不剩这句话 我就知道这大哥可没少完股票 到后面我们才了解到 这大哥当初完股票赔了20来万 虽然最后还是给挣回来了 但是这大哥玩股票也太上头了 还好的是这老头没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现在是不敢乱了了 就是玩了几千块钱住住姓 得了 既然你改邪归正了 那我好好给你介绍个对象 那大哥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哎妈呀 大哥这一大早你是不是没睡醒了 这要求也太多了吧 要求对方有经济来源 还要人家没负担 最主要还要人家无儿无女 没事还要在家里给你做家务 你这是找啥呢 找个能赚钱还能给你打扫房子的保姆吧 得了吧 要不是我们手里资源多 才不给你找呢 哎你好你好 辛苦了辛苦了 哎呦天天冷了是吧 天天冷了 安大姐49岁离异 年收入10万元有独立住房 说起这安大姐可不是一般人 年轻时候啥都干过 买过衣服做过苦工 跟前夫离婚后 自己一个人开了这个宾馆 一步一个脚焰变成女强人 咱这边开多少钱了 今天09年开业的 今年19年十年了 十年了 嗯 你咱咋就喜欢做手艺的呢 那是之前就 之前没有 之前我是去做服装行业的 嗯 一小孩从十一八岁就开始做服装 后来为啥不干服装呢 后来就是有了点机器 然后就把这房子买下了 这房是来自己买的 嗯对自己买的 我是非典那年买的 应该是03年 嗯 多钱呢 当时买接近 将时买是40万 现在这块能值多少钱呢 现在能值大约200万吧 你看看 这不妥妥的一个宝藏大姐吗 有钱有房有存款 最主要是业心还贼强 再看看大姐的投资能力 不比大哥投股票靠谱多了 大姐还有个特别的爱好 那就是没事开开直播 有时候 嗯 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就想就直播一会 每天吗 嗯 差不多吧 嗯 都每天也就是 除非今天有特殊原因了 多不了了 那就播播了 有时间我就播直播 那咱直播 播啥呢 嗯 就播主要是你们单身嘛 嗯 有有征婚 再一个还有客人 问店里的一些事 谢谢 谢谢赞美啊 还漂亮 多多大了 我还漂亮 谢谢啊 谢谢你们的赞美 天下天悄悄过去 依然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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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我回忆 说实话 这大姐长得真漂亮 而且还不虚伪 毕竟自己凭本事挣钱的 再靠着直播间美颜的加持 这妥妥的美女榜第一啊 大姐你赶紧告诉我 你直播间名字 我高低过去给你充个榜一 得了不打岔子 现在大姐事业也安稳了 就是觉得太孤独 于是就想找个老伴缓解寂寞 那大姐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我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吧 就是 不能再有外在了 但是呢 也不是说非得需要她的经济 怎么好 我不看这个 不能每天都 都喝酒的 偶尔应酬 喝点还可以 她的性格不用说太开朗的 因为有的时候也 也好像互补 也可以的 性格呢 也柔和一些比较好 哎呀 大姐说话比大哥靠谱多了 起码是切合时机一点 了解了大姐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就带着大哥来找大姐了 看看俩人到底有没有缘分 叫姜平岩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然后姐叫安淑丽 安淑丽是吧 安淑丽 音音声还可以 感觉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演员差点不要紧 毕竟缘分这东西怎么说呢 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 那要不说大姐婚期 社会这么长时间 虽然演员差一点 但是也不会想前几期 大姐大妈们 看不上直接就撂挑子撤退 给人起码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大姐还是热情地 招待了大哥 趁着包饺子的功夫 大哥已是开始 打探起大姐的底细 这个旅店是你开的 对 开几年了 今年十年 开这么多年了 这个开旅店 我们不太喜欢 为啥觉得开旅店的 不太合心意呢 开旅店接触的也比较杀 哎妈呀 导演 把我屠龙刀拿过来 你看我砍不砍死的大哥 你是啥人啊 没来之前 相亲条件都过磕磕了 这好不容易 给你找个能满足 你条件的 能赚钱的 还能照顾家里的 你这还挑上了 是谁给你脸的呢 人家开宾馆的是 挖你家祖坟了 大姐是靠着 自己的本事 开的宾馆 靠着自己的本事 赚的钱 又不是什么丧钱 什么黑钱 开宾馆的怎么了 你这个人思想 怎么这么龌龊 话说做声音的人 接触的人杂 不是很正常吗 虽然近朱者吃 近墨者黑 但是不能一巴掌 把一堆人给拍死吧 但是这大姐的条件 都很符合大哥的 择偶要求 俩人就想着 再了解一下 那你是离异婚的吗 对离异的 他不是也是本事的吗 原来是 现在在哪 我没过问过 就是分开住 再给人家 不想回问太多 几年都没离婚 十年左右了 差不多 我也十多年了 大哥 咱闹喝咋闹的这么硬呢 咱是来相亲的 你这是来查户口的吗 问啥问题不好 非要问一下大姐前夫的事情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让我尴尬的脚 都抠出三十一听了 你看看让大姐弄的 本来相亲开开心心的 直接就不满意了 大姐的意思是啥呢 那就是该说话的时候不说 不该说话的时候乱说 这不妥妥的 愣头轻一个吗 就这样的人还来相亲呢 看着都头疼 这时候就衬托了红娘的重要性 你俩尴尬 我来帮你们解困 那平时在店里待着 没意思的时候都喜欢干啥的 我直播 直播在快手上玩着 然后这环境我真没接触这个直播 这个都是像那个唐一种说看快手上 我从来我都不看 所以你对这方面不了解 不了解这个 就说怎么不看 我都不知道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俩人思维压根就没在一个频道上啊 大姐说跨骨轴子 大哥非要说前门娄子 这俩人就像俩平行线 压根就不会有交集 这次相遇可能就是上辈子千次回首 才换来这次相见 但是有缘无分啊 这时候红娘就单独拉着他们问俩人的想法 好像是差点 是觉得哪差了呢 就是开了旅店上 你是觉得姐这个自己这份事业不太合你心意 那你觉得就是啥样的工作会合你心意 不会觉得说这个不太好 最好是自己就是有个稳定工作什么的 好家伙 我算是开眼了 老头你是傻子吧 大姐自己创业弄宾馆 不属于稳定工作吗 虽然收入不稳定 但是妥妥的比你收入高啊 你真是脑子被驴踢了 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也是服了 见过相亲过分的 你这么过分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是心疼大姐一分钟 本来自己漂漂亮亮 而且还有钱 这像个亲竟然还被大八岁的老头给嫌弃了 放心吧大妈 我肯定上点心给你再找个高质量的大哥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失败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